Tesla是怎样看的 我最近每个人都会问Tesla Tesla是特别多人看的 还有我见到有时 上频道他们有点精华 有时会喜欢用Tesla做看的 因为特别多人看 一多人click有他看 对啊对啊 有没有看都是要click Tesla 过去上来 不知道有没有在这里说过 Tesla其实过去 是我一种看好长线前景的股份 我想 甚至现在应该是去到一个 大部分都看好 应该已经去到无容置疑的阶段 尤其是他开始 就是开始连生产车那边 不需要只是靠卖炭权 那你生产那边都可以做到 自己是一个稳定的盈利 是去到很多过去 将它当是车企 那样看的大行 都很多都已经去看好了 甚至变成是 在大家心目中 是一种和Big Tech的FAMG 去比美的系列 或者应该说 现在Tesla NVIDIA 这些就是一个 大家会去想 来到最大龙头的位置的潜力股份 所以他们反弹也特别多追捧 但是现在为什么会去受压 一个最大的问题 又是宏观环境的问题 就是你过8倍PE 你也是很难撑的 所以这里会有个沽压 还有你说其他 Elon Musk 和Twitter 那个都未必是最大的影响 另一个也大影响 就是应该是 本身对于第二季的交付 其实上次出业绩管理层 都给了一个比较保守的展望 他都说 可能第二季和第一季的产销 应该是持平 甚至是微跌的 这都预视了 其实现在的环境 其实就不是很好 中国那些世纪 为什么这样爆声 都是受着政府的提振 所以这里就 我觉得未必会说 觉得又是这个定盲效应 我觉得要小心的 我会比较着重过momentum 那么momentum 就应该是 都很明显的影响了下的 如果你说要看 那现在上下方看什么位置 就是如果 我觉得想看看 会不会弹的时候 拼回一转 应该看792.63 又或者如果你做了一担 这个都应该是你的支持位置 如果你觉得 想在下面的支持 现在就应该是690 那不必太建议 立刻去进入 最主要 刚才的业绩 其实一个重要的 但是我最重要 最影响的是 宏观环境 是整个美股 那个的因素 因为 我过去都是 很看好美股 很看好Tesla 长线都是看好的 但是 现在仍然在调整阶段 所以我觉得 可以慢慢等 如果你说看到长线 那更加就 不赚了 更加可以慢慢等 等我动力回来 我把这些人拿到 这些人拿下来 我把人拿下来 因为这个人拿下来